李达来嘴 特别欠你 不是不知道 你别往心里去啊 尼达李虚退学的事 为什么瞒我这么久 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向江中学与我们老同学啊 要不是今天见到张宁 我更快不会知道这件事情 我就知道张宁是个大嘴巴 不过这事已经过去了 不知道就不知道吧 不过话说回来啊 李虚那孙子是真的棒棒蛋 你真的是不知道 但是你看我现在 不是已经比原来好多了吗 原来我还那么冲动 你看我心里不是 慢慢变温柔了吗 你就那么喜欢 被人家误会是吗 几句话就是解决的事情 你敢我恨你这么久 我 我这不是 怕 怕提起这事 让你不开心吧 而且 我想 我们俩还有着同学了 我觉得时间长了 你门门就知道 我是什么人了 你总亲人家说我有罢 知道怎么来的吗 我已经亲你说过了 十三岁那年 我妈出去跳舞了 我跟我爸在家里 家里没气泄露找了母后 我当时在房间里 怎么也打不开我 我爸 为了就我拼命地撞你 抱着我去往我外面跑 跑 跑 我从前觉得家里可小啊 但在那一刻 却怎么也跑不出家呢 也实在太呛了 我晕了过去 我 和我们家自己起来的时候 我再见不透我爸爸 这个爸爸 时刻提醒着我 是因为我走 要不是因为我 你现在活着好 丑家 你 你 你先别哭 我 我觉得这事 他不怪你 真的 这叔叔他肯定也不想看到你这样 对不对 对 你 阿姨不是今天还活得好好的吗 阿姨肯定也不想看到你这么自责呀 你先 你先别哭行吗 你要真要活着 我把我的肩膀剪给你 谢谢你 谢谢你老师 你 要把我的肩膀剪给你